嗨,我是Yoko,欢迎回到Yoko的周记时间 我是一位陶罗牌占卜师、金钱灵气疗愈师以及量子人类图的解读师 同时是一位药草女巫、阿卡西记录的解读师 每周日晚上7点,我会从人类图的角度来去看看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太阳以及地球 又来到什么样的闸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从下周4月23号开始会有我大牌大阿卡纳序列22张牌的课程 那在4月22号晚上23点59分之前,我会有课程的掌鸟优惠家是美金的88元 到了4月23就会涨价咯 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会有22张大牌的解析 并且从流年牌的角度,透过我赠送的终身排能表 协助大家去如何觉察自己过去的事件带给你的课题影响 以及如何看待未来将要发生的某些阶段性的里程碑 对于这个课程有兴趣的可以点击下方的资讯来去查看更多的课程资讯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下周的流日吧 周一后太阳会来到27号闸门 这个闸门叫做责任照顾 它是在建谷中心的闸门 那这个闸门的形象更多是照顾者 给予家庭支养支持 而且它给予的照顾是实际付出行动的那种 例如你的另外一半正在加班 然后呢你特地晚上开车去接送他 或者是你的孩子在学校事实上是有营养午餐可以订的 但你仍然坚持每天要自己送便当 只为了让他们吃到确保食材来源的食物 这些自己的坚持以及责任 浇灌在家人身上 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看到家人变得更好 被照顾得更好 但同时也要注意了 自己会不会过度保护支持 导致你的家人啊孩子 并没有去经历他们该经历的课题 而且这样的一个照顾跟支持行动 也要建立在与家人之间的沟通原则基础上 就是彼此的付出是相对对等平衡的 没被自己的责任给压垮咯 那周一过后地球会来到28号杂门 这个杂门叫做挣扎玩家冒险挑战 听到这个词就知道它是一个奋发向上的一个杂门 但是我们说奋发向上这个词是比较正面的 这个杂门可能会勾起你对于人生冒险挑战啊 课题的一种困惑 因为事实上它会协助我们去理解 从更高的使命或者第三者的角度来去看待你的生命经历 它也许是要去分享给他人对他人造成影响 对他人有帮助的事情 但是这些东西都要你先经历过 那这些经历也许不是太愉快或太容易 但当你是那个耗费经历挣扎挑战的人的时候 你当然不会这么大碍 我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当那个最痛苦的人先去经历这些 然后再提供给别人 为什么不是别人来给我经验呢 这都是很正常很现实的事情 所以这个杂门的宗旨在于练习去知晓 这些挑战经历挣扎痛苦 是为了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你要转换你的视角来去看待每一件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情 你是一个冒险者而不是一个牺牲者 是在挣扎的过程中 蜕变出对于群体以及对于你自己面对挑战更好的方式以及方向 那这两个杂门的结合会让我想到受害者性态 就是觉得痛苦怎么都落到自己身上 但是自己又没办法从责任的牢笼解脱 那就会变相变成罪恶感 所以唯有先有意识的将生命的课题转变为一种体验 如不找到为他人付出的平衡点 并且将付出得外的反馈作为成就感 想想看你为什么要去履行这些责任呢 这些责任在什么时候开花结果 会突然让你感觉 我有做这样的事情真好 感到非常的有成就感 看着他们这样你也很满足 我觉得可以从这几个点来去思考看看 不仅是付出的价值以及责任的履行 更多的是你在做这些之后 你的反馈是什么 你人生变得更有意义的 每个瞬间是什么 会让你知道经历这些困难挑战经历的过程 它是有价值的 周日过后太阳会来到24号咱们 这咱们叫做合理化体悟祝福 那是在逻辑中心的咱们 体悟是从某些体验中蜕变成长的契机 即使生命一路走来的挑战跟辛苦都不少 但仍然能够将这一路上的体验累积化作成祝福 感恩你一路走来的努力 感谢你自己 也感谢这些精力与机会 并仍然愿意往前走去经历更多获得更多 不会因为可能某个关卡或者是连续好几个关卡 你都做的不是很好 达不到你内在的标准 你就窝在你的数字圈 在角落画圈圈 不愿意再继续走了 而是应该想着 下一步也许会更好 我再调整一下 也许下一步就会更符合理想的自己 即使没有也没关系 赞助在每个当下 只要你不断的扩大你的数字圈 培养你的能力 技能你的状态 让你变成一个心理素质更好的人 只要每个当下你有在进步 有在成长 逐渐蜕变成更理想的你自己 你就能够将过去的学习体验化作养分 祝福 滋养未来每一刻的你自己 那周日过后地球会来到44号杂门 这个杂门叫做经历警觉真实 它是在直觉中心的杂门 我觉得在这个杂门的能量 有时候会让人比较难以理解 然后也比较难觉察到 因为它是为了让我们觉察并凸显 某一些重复的巨马 重复的事件 一再对你的人生造成的影响 可是那些重复巨马 你已经过习惯了 你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直到某一天你可能突然觉察到 哦 那一直以来我会这样 是因为这件事啊 但是觉察到是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是 你有办法面对那个重复的框架吗 一直以来你习惯的框架 走出去 或者是打破它吗 其实你已经准备好 要去打破这个框架 但是你有心理准备 要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 以换取可能改变的未来吗 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 何时可以终止一些生活中不适的感受 以及一再要经历的不舒服的氛围 或者是人际关系 但是它会一再在你的生命中上演 因为那些东西是你的课题 如果你不去面对它 而是逃避它 它就一直会在那 并且会一直重复出现在你的眼前 让你都不能不正视它 就算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改变那样的重复的框架以及巨码 只有我们意识到 我们不想要再将就 勇于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 才能让改变一点一滴的累积 成就滴水穿实的成效 那这两个杂门都跟蛻变有关 如果有打破既有的框架模式 才有可能蛻变出新的可能 那你也要练习 尝试带着这些经历 也许不太愉快 不太舒服 但仍然感恩有这些经历 成就现在的你 就如同我们要去带着 44号杂门的倔强 滋养24号杂门 要不断扩大舒适圈的那样的能量 去经历更多 你应该要去体验的关卡 不断扩大你的舒适圈 成就成更理想的你自己 当然这个更理想更好的你自己 也要看你自己是否认同 所以在这两个杂门的时候 可以练习去转换视角 并且从你各种的生命经历当中 去获得体悟以及祝福 最重要的是要感恩这一切的经历 它才有可能化作你的力量 而不是只是负面的情绪感受 那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订阅人类图觉察周报 也就是周记的文字版的话 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去填写你的资料 我就会寄送给你啰 那同时可以看看资讯栏里面 大牌课程的那个连结 看看这一个 同时用流年牌排出你 一到一百岁的每一年的流年课题阶段 以及二十二张大牌的牌影 这样总和的课程 对于你理解讨论牌的占卜的用途 以及流年浴室的用途有没有帮助 那我是Yoko 我们就下周影片再见咯 拜拜